前三周战霸以替补阵容出战的中国女排四胜五负 在16支三赛队中排名第10位 这个成绩多少让人意外 在最后一场战胜巴西之前 中国女排曾遭遇四连败 接连输给了加拿大、土耳其、比利时和塞尔维亚 比赛中这支中国女排暴露出了不少问题 一船不稳、进攻成功于低、篮防不利 虽然比赛中张长宁的火力输出稳定 但其他队员对他的支援不够 种种细节上的差距不断积累 最终造成了输多胜少的局面 这其中原因既有自身技术环节的差距 也有缺乏国际比赛经验的问题 当然,本次启用这支替补阵容出征 一方面是为奥运会选拔队员 一方面也正是为了暴露问题 以便在奥运会开始前补齐短板 在最后逆转巴西的比赛中 中国女排整体防守出色 表现出了十足的韧性 同时,自身的失误也控制到了九个 创造了开赛以来的新低 可以看出经过了前面的跌宕起伏之后 这支中国女排的问题 正逐步得到解决状态 渐入佳境 而除了张长宁之外 一些队员的表现也让人眼前一亮 首次代表中国女排参加国际比赛的力遥 发挥可圈可点 上场后毫不怯场 表现出了自己的速度和爆发力 拦网技术也在不断进步 在对阵塞尔维亚的比赛中 他在张长宁缺阵的情况下 拿到了全队最高的13分 不过,想要在接应的位置上 为中国女排做更多贡献 他在技术的全面性上还需更进一步 而从最后一场的表现来看 副攻杨涵玉的状态也在不断提升 他展现出了自己在网口上的优势 拿到了全队第二高的14分 也正是他在进攻端的支援 缓解了张长宁的压力 如果能减少失误 在发球环节更为稳定的话 他无疑将取得更大的进步